大家好我是小林每天给大家最新鲜 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华语消息 出大事了 这是真的是出大事了 习近平出现了严重的异常行为 最新消息就是昨天晚上深夜 习近平紧急给拜登打电话 干嘛呀求救里面这个新闻 充满这个含情默默 跟这个都跪了 习近平直接给拜登跪了 里面信息量相当丰富 我们一切瞧瞧看看分析 习近平为什么在这个 哇这个内外交困 已经这个随时面临大崩溃的情况下 习近平找不到任何的解决方案 你看这个独裁者 竟然找到了文明世界 或者说他这个天天说美国帝国主义 找到美国帝国主义去了 真的是历史的这一种必然 你看这前有什么王立军夜闯美领馆 今有习近平深夜打电话给拜登求救 这象征什么 这个人呢 你看他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 他找不到 他还是找这个文明世界 他还是找这个法师 还找到美国 你说这真的是很有意思 这个电话内容 我们还要结合什么呢 我们看到最近 从中央到地方 我说丁薛祥 就一点点钱 北京专门丁薛祥 去盯着北京的门头沟 修复工厂 再到今天 我们说一个是四川 一个是黑龙江 一个是郑州 每个省都出现严重的财政这个问题 这个都停摆了 各个地方都不是这个停摆 那个停摆 整个地方都没钱了 所以真的是完蛋了 还有这个一个上市公司 我们今天专门说一下顺丰 因为顺丰也是这个什么物流 就是他象征着顺丰 为什么生意直线下坡 为什么不行 代表整个经济 顺丰 顺丰是我们观察中国经济真相的一个窗口 因为他天天就是物流指数一样 观察顺丰很重要 我们也再看看 就整个经济这个政治都都开花了 还有啊 说一下昨天晚上特斯拉又崩盘了 所以这就沿着我们一直分析的方向去 就电动汽车这个东西都搞砸了 而习近平他十里三路不换街 你刚刚哇我们那个坚持投入电动汽车 再结合这个小米这一个闹剧 我们就看出来这玩意到头了 这玩意到头了 好 那么几个事情我们得详细的来看看 然后分析分析 先看这个打电话这个事情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4月2号晚间新华社紧急发文 国家主席习近平跟拜登通电话 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这边 刷这个官媒全部推送 把它当做一个的头等要宣传的东西 来到往外推 这很有意思 之前刚刚习近平跟外国这些工商界开会 搞了什么高层会议 搞完 你看临急抱佛脚 马上就找到拜登 而且他新闻里面说应约 但实质上种种迹象表明 这个应该不是 应该是高度疑似 因为之前如果是美国 美国通常会放风 但事实上我们看到就是 很紧 就很突然 就中国官媒突然间就把这个东西捅出来 而美国之前没有说过 一般如果拜登主动找习近平 我们都会提前知道 因为美国政府信息比较公开 这次是 我们就是什么什么 华尔街日报啊什么 彭博社 没有 就之前西方媒体完全 我们没知道突然间就通了个电话 而且呀 这个时间是中国北京时间深夜 可以看出来呢 是特意是习近平迁就拜登的时间 你想因为这边是深夜 习近平是加班 加点七十多岁老头 深夜哦 要加班哦 不是开玩笑哦 是比较辛苦 而拜登呢 他是刚好上班 刚好上班 所以拜登上班时间 这边是专门加班 所以从这个时间点的考虑 我们也是非常清楚 这次真的习近平向拜登贵 所以这个强弱对比非常明显 是习近平要找着拜登通电话 然后这个两国元首啊 这个他新华社的通告说啊 就中美关系共同关心问题 交换意见 你这边又又定调 又指明方向 指了半天 你又又要找拜登交换意见 什么意思 你究竟这个习近平你究竟搞定了没有 天天好像 稳如好像是可防可控了 但是怎么天天都找了这个又找那个呢 怎么回事呢 是不是 但是按照新华社的话术啊 深入交换的意见 证明什么没有达成共识啊 是吧啊 然后这个打了又打这些电话 是吧啊 这个从18年开始 其实就是中国就这样 一直都 你又 可以讲 你说工商业界怎么安心投资 这玩意不知道他在干嘛 然后两国关系中的消极因素有所增加呀 他里面提到消极因素有所增加哦 需要引起双方重视 也就是什么 美国还没重视 中国肯定很重视 你自己给美国打电话 但消极因素在增加 需要引起重视 也就是谁没重视呢 估计是美国还没重视 人家消极因素都是美国在制裁中国 是吧 引起重视啊 中美两个大国啊 应该要稳定啊 不要走回头路 现在谁在开倒车 谁在走回头路 他这个意思 你们继续让着我们 什么科技协议就续签一下 就这个意思 你们不要制裁我们哦 都不行了 现在其实这个芯片嘛 你以前都给芯片 怎么现在不给了 他这个回头路的意思 就是你怎么现在不给芯片 以前日本还ODA呢 以前日本还天天援助中国呢 现在是他这个回头 不知道回哪里 反正就不行了 然后还更加明显的 我们看到两个信号 一个习近平啊 说到台湾问题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啊 这个红线啊 对于这个各种台独 分立势力啊 外部纵容支持啊 我们不会听之认知啊 这个美国如果愿意啊 跟我们合作啊 我们大门都是敞开的 如果美方执意打压中国啊 如果你还是要跟我特勾 我们不会做事不管的咯 是吧 你看 整个说话 我们看上去是什么 软绵绵 你看一下发现没有 又要装啊 往台湾 我们不会听之认诺呢 他会 他有个我们会强烈攻击啊 我们会强烈制裁美国啊 如果你再打压中国高科技发展 我们会独立自主发展 应该是这样 这样才才有硬气嘛 但我们看到就 我们不会做事不管多咯 这是一个比较软绵绵的说法 我们看到就是 对于台湾问题 对于什么打压中国高科技 对近乎于就是习近平就是贵了 求饶的态度 就哎呀 我们真的不行咯 你就行行好咯 帮帮中国咯 我们中国真的不行咯 你再这样 我们都是过不下去咯 怎么办咯 人权咯 对吧 就打这个牌啊 所以这习近平 真的就 什么伟大复兴 说啊 那你习近平搞成今天这样 你赶紧下台吧 习近平 你这不行就不行了你 搞了这么多 白白折腾 那习近平就是 这是一个方面啊 这习近平放下身段 可以这么讲 还有之前我们说通话的时间 还有什么呢 突然间就蹦出来一个 中方欢迎 耶伦财长和布林肯国务卿啊 近期访华 然后商务部紧急发文 也在哎呀 美国财政部部长啊 这耶伦要来了 这你发现就 中国把这通话 还有这个耶伦来了一次又一次 都把它当做一个重大利好来释放 就哎呀 我们跟美国没脱钩啊 你看我们那个正常交流 就是 他不断地释放这种信号 美国都还没公布呢 美国还没说呢 哎 我的 我很欢迎 喂 人家还没决定去呢 是 跟耶伦我们都都有点风声 哎 布林肯没说过哦 突然间就欢迎了 喂 我这边都没说 我们这边还在考虑呢 啊 我都说美国国会给不给耶伦去 我们都没决定 你中国就突然间 哇 我欢迎了 喂 就是中国急了 大家看出来 哇 就没 我们 喂 人家没 没决定 我欢迎 拽着 就像在门口抢生意 哇 你赶紧进来吃个饭啊 小说 就基本上就把美国拉过来 你说这 这次真的是没谁了 我就看到这个架数 中国肯定就不行了 所以整个 整个通话 我们看出来 习近平 真的是找拜登 那背后什么 中国经济真的是不行了 真的是不行了 然后这个看到啊 4月1号 昨天啊 昨天 黑龙江啊 嫩江市啊 一则公告啊 公告啊 公告是什么的啊 当地公交公司啊 又是这种 其实这种很多事 但是我们继续观察 这是中国地方财政 还有啊 一个脆断的表现 就这个地方财政 就停摆 那看到黑龙江嫩江市 这个公交公交公司啊 他落款是公交公司啊 公交公司 然后啊 补贴政策调整 就没补贴了啊 因为都要补贴 因为毕竟中国那一块钱两块钱啊 他真的是盈利不了 然后这个油价上涨啊 公交车经营困难啊 无力继续承担啊 这个运营服务啊 所有公交车都决定啊 他在这里说到车主 估计早都 他自己搞不定就承包出去了 所以早都真的是不行了 他早都使用一种就承包制 然后4月8号啊 那过几天 你看留几天 其实这是一种抗议 这之前都是这样啊 暂停运营 任江市市内所有公交车 这搞不定啊 这里又又又喊救命 你说正常 我都不知道这叫正常吗 三天两头 不就公交停摆 那就这社保不发钱 我这个叫正常啊 哇 你们什么 你们小粉红五毛 你们正常的标准是什么 然后拯救经济的这个招数 也越来越神奇了啊 4月1号也是 郑州六部委啊 集体发文 推出是住房以旧换新 以旧换新 哎呀 什么以旧换新换给谁 不知道反正能搞搞 现在随随来收购 不知道为什么 以旧换新 还事先 还搞个草案 还没通过 到时候也不知道找谁 郑州 郑州市政府 早都信用破产了 现在这个还欠着一大堆研究生 当时说落户 研究生给五万块 我都被郑州的 哎 荷兰也是 那那研究生真的是便宜 五万块就搞到一个研究生 研究生欠的钱还没给啊 之前还有生孩子的 我记得是郑州还是哪 说人家生孩子 结果生孩子生孩子生出来了 问他要钱 他说 哎 我们那个是草案啊 我们还没通过啊 你说做政府做成这个样子 全世界就什么 就中国 就中国的地方政府 我现在已经是他没办法 就中国的地方政府真的是 你说这个答应给 还有哦 这个网民来投诉了 中国人民群众来投诉了 说什么 小区 燃气费包涨 不知道多少倍 你怎么回事 这个月这个月又多扣了啊 怎么回事啊 现在现在这搞搞个煤气费 都都在那里啊 华润集团的 还有华润集团呢 华润到处爆雷啊 太坏了 而这个这个他们 他说啊 他们宿舍还是公务员宿舍 公务员宿舍啊 所以你看这个这个 现在搞啊 就是什么智能电表 全部都都是加价啊 这个要搞来搞去都是加价 所以这个地方政府想办法捞钱 地方政府没钱 没钱他要捞钱 一个结果就是什么 这个老百姓日子更更不好过了 所以还要还要刺激 所以这里也欠钱 那里也欠钱啊 这个煤气公司也也想多多搞点 天然气费 然后这个油油价天天涨 油价全世界最高 然后是什么水价也涨 上海的水价也涨 上海哦 上海也没钱了 所以到到处都搞 我不像这个 我看那资本主义社会 到处还补贴呢 还补贴呢 哎呦 这是工资人家 工资天天家 中国工资天天减 今天就是降薪潮 还失业潮 哎 这就是美法国 美法国到处就出现什么 哇 四川你看 军区门口啊 军区门口汽车到处 爆冲 网上 这个百分百 就是墙内都报道了 伤亡惨重了 四川 成都 哇 三天两头 不是这里一个 就那里一个 军区门口啊 还是军区大院门口都管不住了 啊 要不就这北京东城区 北京西城区 朝阳区 到处都不行了 啊 两会也出状况了 都管不住了 习近平这江山要倒了 哎 所以你看 到处都出状况 啊 到处都对 要不就张献忠 要不就李志诚 哎 怎么搞 现在啊 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 顺丰啊 顺丰 这个很关键啊 这个这个公司搞物流的嘛 啊 顺丰最最新呢 最新报道啊 他现金流不如人意啊 啊 从2023年顺丰啊开始顺丰现金流表现就不如人意啊 啊 那个顺丰也不行了 三大现金流当中有两项是亏损的啊 有一项是同比缩水的啊 西中顺丰的经营性现金流啊 同比减少了61个亿 61.3亿元 这都是公开财务报表啊 啊 只剩下200多亿 200多亿少了60多亿呢 那这个缩小的幅度是相当大 然后投资性的现金流 亏损100多个亿 亏损100多个亿 然后同比2022年 同比2022年啊 多亏了14.2亿元 14.2亿元 然后筹集性现金亏损啊 亏损129.9亿 哇 那那是少了 亏损啊 啊 都是亏损 直接就亏损 证明顺丰啊 在2023年很少 少了很多钱 少了很多钱里面 呃 显示啊 这个顺丰 呃 经营情况 经营情况也不好 呃 受到疾痛啊 京东物流啊 呃 什么这个德邦啊 各方面那个受到冲击 呃 去年四季度啊 顺丰控股的净利润呢 只有2.76了 2.76什么意思 也就是他送单那个单价越来越低了啊 这恶性竞争啊 在2022年啊 第四季度 2.18 这个我们说恶性竞争 啥叫恶性竞争呢 就是他们都在亏钱 你不是像是样的比亚迪啊 比亚迪卖车 还有 中国基本上所有的新能源汽车都是亏钱做的 什么小鹏 那么未来 你看他交付这么多少辆的车 全部都是亏的啊 比亚迪也是亏的 比亚迪他负债率越来越高啊 我们就看到 是不是啊 那都是亏钱卖 这不是恶性竞争 啥叫恶性竞争 都是亏着钱卖 那这什么玩意啊 啊 这个就 这生意不好作为啊 不好做的 这个强行作为都都在硬着头皮做啊 顺丰也是啊 很多老板 你看这些大公司大集团 现在都是硬着头皮做 没钱赚啊 但是反正这日子就先过啊 这就就先先这么做的啊 整到了2016年以来啊 倒数第一的水平很差啊 就是这个单价 单价顺丰的资产 这个净利润呢 净利率啊 就是这种单价嘛 其实在送单价的低的原因就是啊 然后净利润 净净利率净2023年净利率 净约3% 啊 就近净几年以来最低的水平 就在争吧 反正不好做 现在都不好做 然后顺丰有很多钱啊 有有钱 他不投资了 现在啥也不投了啊 之前什么扩张 现在顺丰什么 有钱全部全部干什么 全部做理财 全部就原地踏步 顺丰啥也不敢干了 现在所有你给连顺丰都不敢扩张了 都什么都原地踏步 我就说 那个什么什么万科 万科就我说 当时就说了万科就是搞定了 他有前途吗 没前途 现在现在顺丰也一样 顺丰天天有有点钱 那就放下来什么 放下来做理财 也不还债 债也不还 他说他马上有一千多亿的债 债不还 然后就有有几百个亿的现金 啊 赶紧拿来做理财 宁愿做理财不还钱啊 没到期就先不还了 就放在手里面 所以都非常保守啊 还有一个就是特斯拉啊 特斯拉昨天晚上 重挫啊 一度是重挫百分之七 哎 说我们说不特斯拉是说的没错啊 真的不行 特斯拉 这不单止习近平不行 是习近平所有的合作伙伴 或者说跟他有这种千丝万举关系的都不行 你看特斯拉就一个嘛 啊消息面上啊 美股盘前啊 特斯拉公布一季度的生产量交付量 呃 是38.68万辆 远远低于华街的预期 啊 特斯拉今年一季度交付量同比环比均下滑 此前特斯拉2023年一季度产量 之前一季度40多万了 40多万了 啊 四季度的时候也49万了 今年一季度剩下38万 你要一下子少了十几万 那是暴跌啊 暴跌啊 而这主要什么 主要都不是产量 现在产量没卵用 就没人买 今年一季度以来 整个电动汽车产业就处于大崩溃的状态 为什么现在零级凌芒 所以我们 结合一下 为什么零级凌芒把小米汽车这个事情 我都说了割最后一波韭菜 我们行列员都知道电动汽车早都不行了 随便打开一个小鹏汽车的K线 特斯拉的K线 都看着就有个见顶 都是都是不行了 那这个行业不行了 突然间把这个小小米抬出来干嘛 啊 这个小米是是这个新时代的iPhone 我看到有有个这么这样吹 哎呀 喂 这个东西不是有了很久吗 啊 就小小小米汽车是个新东西 不是新东西啊 他就只是一个市场 又多了一个产品 这有什么好吹的 就这么狗急跳墙啊 整这个整个战略失败啊 战略完全失败 所以习近平从内到外啊 跟他合作的还有很多 我就不说了啊 政治领域的 经济领域的 我之前说日本这边好几个 清华议员都下台了 都被扫地出门了啊 之前那个二街俊博 所以就全部一个一个个就扫地出门啊 所以政治你看连马斯克 你看马斯克 进朱者吃进末者黑 也被拉下水了呗 所以全部都不行了啊 然后他自己一个临机领域 给美国打电话 整个情况看上去 习近平马上要脆断啊 马上要大崩溃啊 或者说他他真的搞不定了啊 那且看他怎么做呗 那可能可能啊 要麻烦的了 他啊 还有我们昨天晚上说人民币啊 那先说那么多 觉得不错 打开小铃铛 拜拜